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校方采取超前保护措施 凌晨已发出讯息通知七门课 逾500名学生改线上教学 莫道校上课 有网友在网络论坛PTT实业房 PTT贴文说 接到教务处通知 因应发生疑似病例 17日起悟道校上课 休息的七门课程改由已同步或非同步线上学习 相关资讯 请17日下午3时前 会再以简讯或电子邮件通知 并请同学自主健康管理 出门戴口罩并量体温 程大上午表示 校方凌晨确实向七门课 超过500名学生 传送紧急通知讯息 超前保护学生健康安全 否则一旦确诊后再部署就来不及 程大说明已通报相关疫情给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由指挥中心判断 校方在依法处理 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受访时表示 还不知这件事正在调查